我叫孙体文,来自柬埔寨,提起中国元素。 你们能想到那些吗? 对,很多很多。 我最喜欢的中国元素便是中国诗歌。 中国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,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一直吸引着我。 尤其是中国诗歌。 中国诗歌将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。 当听到诗歌时,我心里都会涌出那逆眼表的感受。 时而吹江阳,时而感谢暗门。 从前明月光,一世地上霜,举头光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 这是唐代诗人礼拜写的金丽丝。 在我的游子离开了家乡。 千里之外,乡家时,只能继思念与明月。 这是对亲人的情谊。 有美人心,见之无望。一日不见心,思之无狂。 一日不见心,我心中千年得像是要发狂一般。 这是对爱人的情谊。 正是由于这些珍贵的情谊。 我们的生命才更有意义。 正是因为人生的悲欢离合,我们的生活才更加多姿多彩。 这也让我更加向往一种单纯而自由的生活。 我不禁想起了新代孩子的那首,面朝大海春暖花开。 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。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。 愿你我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。 愿天下有情人忠诚愿俗。 愿我们都在城市夺得幸福。